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5日 今天是星期一 這節我們想繼續跟大家說一說台灣的問題 台灣早前 跟大家報道關於有大量的台灣人被誘騙 去這個柬埔寨 關於 柬埔寨這個地方 西港的情況 有大量的黑幫 相信連日來大家應該就是開始 越來越了解 這一節要說的是 是一間 相關的NGO 這間就在台灣 的一間NGO 居然 宣佈 不再救台灣人 那是甚麼原因呢 又到底 說完之後 到底 那些人是贊成還是反對呢 聽起來覺得很過分 為甚麼會不夠台灣人呢 原來背後就有故事 除了揭露柬埔寨恐危險之外 當然要說一下就是周邊故事 我們這節在講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裏再一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好給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希望所有的聽眾 能夠 打開我們的節目 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這個叫做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 真的好好使用 因為 好好珍惜 不是那麼容易 每個人都想收錢做媒體 其實 不是那麼容易 亦都使得 聽眾的負擔可能會提升 最近節目黃標多了很多 尤其是去到昨天 簡直去到頂峰 昨天的頂峰是叫做全部節目全部黃標 我們 就是要進行一些策略調整 我們會將 新聞快訊 調去這個星期二日報 即是後備頻道播放 希望大家就注意了 其中一個 可能的原因就是一直以來的新聞快訊 就是全部黃標 使得整體YouTube評級 會有所影響 除了 新加坡公司搞事之外 還有AI評級 會大幅下降 當然也不是新聞報道的錯 報道新聞也會黃標 但是無論如何 總之數量增加了 會令到waiting一定會變差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出策略調整 如果不是 就 不用做了 大家都不用做了 預備收皮了 所以我們不時要做出策略調整是需要的 我們同一時間也上載了大量的風景影片 希望大家 就是欣賞風景 欣賞播放 說回簡報寨高薪詐騙陷阱 一個NGO 這個不是台灣的 不過 就是一個NGO有份救台灣人 但是這個NGO 居然宣佈 不再救台灣人 到底背後是甚麼原因呢 這個報導是較早之前的 這幾天 很多媒體 包括我們 本台 其他 網媒 又或者是主流傳媒 都有報導 關於 台灣 台灣人被詐騙前往柬埔寨的情況 亦都有 很多可怕的訊息流出 關於 被賣到去柬埔寨的人 遭遇不幸的情況 他們 就是被綁架勒索 甚至乎就是被殺害 這樣的情況也有出現 這個NGO 叫做全球反詐騙組織 叫做 Global Anti-Scan Organization 簡稱叫做GASO 這個相關的組織 就是在8月6日的時候 就是忽然之間宣佈 就說 拒絕 救援那些前往柬埔寨的台灣人 又或者 馬來西亞人 不是只是台灣的 包括 馬來西亞人 他們去營救 似乎得不到良好的效果 所以他們正式宣佈 不再拯救人 這個 這個 全球反詐騙組織是甚麼組織呢 這個就是一個 是為 東南亞警政單位合作的一個民間組織 就是 在各國的警政單位 但是他就不是警察了 就是 類似少年警訊那樣 就是非官方的 民間組織 又或者類似民安隊 就是專門去協助那些 就是被詐騙的人 尤其是在東南亞這個地方 東南亞這個地方 基本上 由始至終 那麼多年來 這些地方 都是非常危險的地方來的 所以根本 去旅行也不應該去相關的地方 這裏也要再提醒大家 尤其是 如果你懷疑自己 和 就是 有在香港被這個香港政府 說你犯法 門檻很低 任何東西香港政府都可以說你犯法 請大家 你一定要注意 東南亞這個地方 就算 他跟中國大陸 又或者香港 有沒有引渡條例 也好 這些地方 本身 是絕對 不安全的地方 其實大家 真的不應該亂來 前往 那甚麼人會走到這些地方呢 通常是 古惑仔 這裏也想告訴大家 我們早前 有說過 給大家知道就是有人躲在越南 其實 很簡單的原因 因為其中 很多在2019年出來抗爭 那些人 當中 是包括 一些黑道人物都有的 黑道人物 都可以站在香港市民那邊 所以呢 他們那些人 即是有社團背景的人 他們多數踏路踏出來 就是會走去越南 這個想告訴大家 抗爭你不要覺得 是一個中產的抗爭 2019年的抗爭 是一個多元化的抗爭 不是 你住太古城那些 業主出去抗爭 不是只是 學生去抗爭 很多不同類型的人都有的 你不要覺得 2019年是屬於某一個階層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 你就不如去搞階級鬥爭 你那個 不是在搞 抗爭對抗中國共產黨 搞對抗中國共產黨 你不要打算分階級 當然啦 黑社會有自己的路數 有自己的盤算 你制止不了他 也不是你去勸他 他會聽你說的 所以我 順手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會有一件這樣的事 我們會有接觸過的原因 但是你問我們 絕對100%不會建議任何人 前往這些東南亞地方國家 因為這些東南亞國家 即使跟香港沒有引渡條例 這些地方 絕對是不安全的地方來的 所以我們奉勸所有人 你沒有什麼必要 你千萬不要無端端前往這些地方 新加坡就是好例子 新加坡已經是東南亞那麼多地方裡面 最文明的地方來的 但是新加坡 保證 會出賣你 保證 會拘押你的 這些事件已經發生過了 當然 我說的是 如果你真的那個案件 牽涉比較嚴重 他真的有你的資料 你真的飛過 新加坡 他真的會扣起你的 轉機也不可以去 其他的地方 包括有幾個 在歐洲 又或者這個 中歐的地方 我們也不建議大家逃經 當然如果你是普通香港人 你不用那麼害怕 你覺得自己 你真的沒有犯事 如果你是真的一個 就是有案在身 又或者你可能是一個比較出名的人 而是 港共政府當你眼中釘的話 我們不建議你飛這兩個地方 一個是杜拜 一個是土耳其 這兩個都是飛去英國的主要行道之一來的 所以不建議 怎麼飛呢 沒有辦法的 你盡量找其他飛機 例如飛德國 飛去法蘭克福 有很多這些飛機 這兩個地方 今天 未有事發生過 但是 嚴格來說 這兩個地方 不是很安全的地方 所以 告訴大家 叫大家小心 你想放手一搏 試一試 你就割下自理 好 回來繼續說 這個民間組織 為甚麼忽然之間說不夠呢 那麼 原來的原因也挺有趣的 說到為甚麼不再 接受任何這些案件的求助 說去幫那些前往柬埔寨的台灣人 原來 就是說相關的組織 在台灣 非常之努力做宣傳 但是那些 堅持要去柬埔寨的台灣人 就是 一意孤行 就是一直 就是堅持著說我要去試一下 他們 就是 勸極勸不聽 這個世界經常都是這樣的 不是你勸了他 就會他不去的 我也想說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 香港政府來的 不是我們禁止那些人 叫他不要去越南 他就不去的 你不要覺得我們可以操控 別人才行的 有些人就是衝了過去 那有甚麼辦法 你真的不要覺得我們 要安排任何東西 是反過來 他們走了過去 越南 跟著向我們說要求助 求助不外乎一件事 主要都是金錢協助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是類似類似的組織 我們本身已經不是NGO 有人去 求你幫忙 我們有時候就是會去幫忙 當然我們現在會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你 就算聽到這支節目 你也不要想問我們去拿 我們呢 對於這些所謂的 事件 相當之有防範 現在 結果很簡單 結果就是原來我們差不多是唯一一個 有真是去幫人的 香港的 網台 這個我們很早就知道了 其他台有沒有幫過 有的就被抓了 例如傑斯 搞千個包包就被抓了 所以 為甚麼要離開香港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誰在做 誰就是港共政府的target 嚴格來說 有一堆人是真的不用走的 他們走來我們也不知道要做甚麼 除非他們說自己背後有幫 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NGO就覺得就是 啞仔食黃年 有苦自己知 他們傾盡全力去幫那些台灣人 但是換來的 就是冷言冷語 他們甚至乎 指出 他們就去營救台灣人 但是 那些台灣被幫助的人 就是連一句多謝都沒有 甚至乎 搞到他們的相關組織 就是被人通緝 看完這宗新聞 也頗有感覺 也頗有感觸 其實我們現在 也是被通緝 你真是問我們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我們是好一點的 我們沒有好像他這樣說要宣佈以後都不幫 沒有說過這些東西的 不過坦白說 真是 見鬼是真的會怕黑的 這個 說回NGO NGO就說他現在有一個人被人通緝 搞到很多地方就不能去 剩下來 宿舍也要靠其中一位同事借貸款 才能夠繼續維持 他們 大謊說 至少救了60個人出來 但是60個人 一個也沒有跟他們說任何感謝的說話 甚至乎他們救出來的人 就是連信息也不會回覆他們 也有一次試過救援的時候 晚上 召不到車 去接他 也會被人 怪責 於是 鐵文一出 網友紛紛支持 相關組織 就說 辛苦你們了 還有台灣政府 網絡的朋友 警察已經盡了全力去制止這些人去柬埔寨 如果他們還是要繼續放手一搏 繼續前赴後繼 繼續前往柬埔寨的話 只能夠 自求多福 他們只能夠自己負責自己 那麼 這個NGO就是宣佈 不再救台灣人 整件事也挺可惜 那麼 幫了人 人們不說多謝 絕對 不只是香港才有 全世界其實都一樣 我們也算很幸運 其實有人會感謝我們 正正就是我們這次 牽涉最大單這個案件 各方各界 好像很關心 但是 他們 真的 顯示出來給全世界看 他們 關心 就是本台的情況 根本 不是關心那四個被捕人士 那些說得最大聲的人 完全沒有打算做任何事 去幫他們 即使他們 整個戶口貼出來 就叫人家 入錢給他們 甚至乎有些 直接就是在國安那裏拿了 你說香港去到一個甚麼黑暗的地步 我們也不懂得形容 我們只能夠說 我們已經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去做 我們基本上是沒有 任何 就是可以更加努力的地方 其實已經到了極限 我們接下來 就是只會做一些 比較大方向的東西 歌別求助歌 我們是不會再理會的 我們從來都不是一個NGO來的 從來都是我們自己 動用 本台自己的資源 去幫助那些人 我們 就是會集中精神 一 做好我們自己這個媒體 作為一個黃媒 必須要繼續做下去 所以這份工作 這個崗位 這個責任本身已經很大了 所以我們一定 會做全力做好自己的台 不是去做 NGO應該要做的事 第二件事 我們會做一些比較大方向的事 例如今次 袁弓夷先生他們 搞香港議會 我們 是會全力支持 這件事跟香港的未來有關 跟香港人的未來有關 跟民主運動有關 所以我們覺得 值得支持 所以這個定位 我們現在非常清晰 我們會繼續經營下去 也會繼續 在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自己 就是會繼續動用本台的資源 去做我們認為應該是正確的事 所以 我們只要繼續做下去就可以了 我們不要 衰給那些人看 希望大家 我們一起努力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